UMMONUMX 宝 crise Selma 大家早安 欢迎来看《聆听组声》 今天是9月16日 我是宠敏龄 经文系在约伯伎38章,1至5节 17节,22至24节 及四十章一至二节 题目是神是碎 昨天我们简直看到 约伯的安慰者 就注意到他们简单的神学 好的正直人得祝福和赏赐 但坏的恶人得就座和惩罚 神是公正的 既然约伯受苦是极其厌准 他就必然犯了罪 因此约伯就应该认罪 并且求神赦免 神就会恢复他的健康和快乐 如此 朋友就敦促若白 要寻找心中隐而未现的罪 约伯真是自我检讨 以下是他自我检讨的例子 约伯记三十一章一节 我与眼睛立药 怎能暖暖 尖望传累呢 第五和第八节 我若与虚方同行 脚若追随鬼诈 就愿我所种的有别人吃 我田所残的被拔出来 第十三十四节 我的瀑皮与我争辩的时候 我若藐视不定他们的情节 神兴起我怎样回答呢 我怎样行呢 他策问我怎样回答呢 还有 我若不容贫寒人得其所愿 或叫寡妇眼中失望 我若在城门口 建有帮助我的 举手攻击孤儿 情愿我的肩头 从缺盘骨脱落 我的傍贝从羊腰骨折断 我若以黄金为指望 对精金说 你是我的倚靠 这也是审判官当佛的罪业 又是我背弃在上的神 29、33、38、40节 我若见恨我的租部就欢喜 见他租阳便高兴 我若像阿当掩饰我的过凡 将罪业藏在怀中 我若夺取田地 这地向我哭冤 泥溝一同哭泣 愿这地掌侧泥代替墨子 将恶草代替大墨 以上的例子就是 概括了心里的罪 生意上的欺骗 社会的不公平 贪心 败偶像 高兴仇敌遭殃 假冒为善 然而自我检讨之后 若伯找不出自己犯了什么罪 或者没有做什么当做的事 他的苦难 就不符合他对神的公正理解 在脑路中若伯哀叹 唯愿有一位肯听我 看啊在这里有我所画的颜 愿全能者回答我 若伯安慰者的评估出错了 我们差不多看到若伯眼康里的泪水 所以我们来到若伯记第38章 神的回答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奇怪的 神从来没有说出他与撒旦打倒 神是以他是谁来做回答 神是宇宙中无形和有形的东西的创造主 人不能了解他的智慧 所以他不需要向人解释 就算他解释我们也不会明白 让我们选读若伯记第38章 神的回答 那时又说从船风中回答若伯说 谁用无知的言语 使我的子意暗媚不明 你要如勇士蓄腰 我问你 你可以指示我 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 你在哪里呢 你若有聪明 只管说罢 你若晓得就说 是谁定地的赤道 是谁把准成拉在其上 第17节 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吗 死阴的门你曾见过吗 你曾进入雪库 见过薄创吗 这个雪薄乃是我 为降灾并打仗 为争战的日子所预备的 光亮从河路分开 东风从河路分散遍地 也会说有对约白雪 强辨的 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 与神辩驳的 可以回答这些罢 你看看约白记38章第1节 说到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白 叫我记得先知以利亚 在列王记上19章 11至13节的经历 她逃避阿虾王和 夜洗别王后的追杀 走到河烈山的山洞里躲藏 以利亚真是孤单无助 并惧怕万分 神就用三个不平凡的现象 来表明他的临在 第11节 也会说 你出来站在山上 在我面前 那时也会说从那里经过 在他面前有列风大作 崩山碎石 也说却不在风中 风后有地震也说却不在其中 地震后有火也说也不在火中 火后有微小的声音 以利亚听见 就用外衣蒙上 出来站在洞口 有声音向他说 以利亚 你在这里做什么 三个神的权并能力展示 列风 地震和火 证明神的临在 何列山就是摩西接受十界的地方 这些现象在那时也显露出来 但约伯早于以利亚的年代 以利亚在公元前 875至848年 是侍奉神的 约伯从未遇过这些历史 如今 在他的家庭和个人健康的破坏后 再有他的安慰者 现在胡乱控诉着他 约伯就更加觉得 尝不到公平的对待 反得着虚假的控诉 神回答他时 他在象征性的人生的旋风中 神直接了当地对约伯说 谁用无知的言语 使我的指以暗媚 不明 你要如勇士促要 我问你 你可以指示我 当约伯 约伯揭力地在神的面前 为自己辩护的时候 他是用无知的言语 因为他不能分辨神在 他生命里的计划 是的 在好日子和圣洁的生活上 可以荣耀神 但也看不出 在现在这麽不幸的日子 以及被怀疑有罪的时候 他怎样荣耀神 不是约伯追问神 换个例是现在是神追问他 神就只被约伯搬看他的创造 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 你在哪里呢 是谁定地的赤度 是谁把准成拉在其上 这些修辞上的问题 暗示的答案就是显而易见 神创造世界时 约伯根本未存在 只有神是设计师和创造主 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吗 死阴的门你曾见过吗 以古时的人来看 死亡是一个迷 是一个奥秘 他们相信人死亡 就穿过一道正门 进入一个奥秘之地 只有神知道 那是怎样来的 神亦举出天气系统为例子 若伯对此一无所知 若伯不知道 是雪和薄从何处来 但神曾用薄施 以色列人在战争中特成 约伯阿基第10章 若伯不知道闪电落在何方 又不知道风散在何处 在动物世界中 神创造了 狮子、乌鸦、野山羊、野牢、野牛鱼鸟 马、鸣雀和大鸣 神知道每只动物是如何过活的 每一种如何生产 它们跑得多快又飞得多高 这些都是若伯一无所知 如果这些是见得到的备造之物 都不明所以的时候 怎样若伯更不会明了神对他的计划 神直接挑战若伯 强辩的 豈可遇全能者 争论 与神辩驳的 可以回答者 声 若伯就 醒觉地知道 他多么愚昧无知 而且他埋怨神的无行动和沉默 是何等的错谋 对我来说 神是谁 他是全能的创造主 他维持生命 又将我们迁移进入死亡的里面 他为我们的生命设立计划 他满有慈爱 而他能施语 也能够取回 他所有的行动 都与他的爱系有关 他胜过撒旦 他为我们辩护 乃是出于他的公正 他的智慧超越我的明白和理解 他不用回答我 但是我要向他问责 我信靠神 每时每刻都是尾线的 在苦难中 无论来源有多少值得测疑的地方 我忍来等候 更美好的一天 最后 神的公正 与前外是战胜的 他在有此需要的时候 他会选择用他的能力去拯救我 我的生命和平安 是欠了他一百万次 赞美主 但愿我们思想 神是谁的时候 神是谁的时候 我们就不需要忧虑我们的明天 多谢大家收看 圆着祝福 我们明天见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再按一下响灵图标 你们就会开始收到 每一天上传的视频的通知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